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我从心里相信这种战争非打赢不可 刚开始排练的时候我没有幸能够参加第一次参加排练 但是我们在门缝都可以看到那种创作的氛围是严谨的 是高级的 都开票了 当时饰演这个角色的任保贤老师突然失声 剧院觉得吴刚是一个还有潜质的一个演员 那么就现在我们剧院的院长人名 我们俩排了一个星期作为备份就准备着 随时一旦开票一旦开始演出 任保贤老师的嗓音如果还是不行的话 我就可以顶上 那么那一年我没有机会上台 我有一次在外面排戏 人名给我打电话说剧院要重排这个戏 我说我只有一个要求 我就要演格林沃这个辩护律师 我说这个戏我等了十多年 其他的角色我都不考虑 你只要让我演这个角色 OK 我一定参加 那么这个戏一恢复一演 又演了十多年 因为我来的第一课 林沃昆先生就说 说到剧院来是挣不了钱的 你要想挣钱 你要想干嘛 我希望你给你两天的时间 你可以离开这里 这里边是清贫的 你要把你所有的东西 都放在剧院 放在舞台上 从他们研读剧本当中 可以感受到他们对戏剧的这种热爱 他们对人物的这种深刻的理解 虽然青涩 虽然有距离 但是谁没有从青涩开始过 不怕这个东西 只要是你摸着心脏 玩命 来干 一定会干好的 从人民的名义到破冰行动 我觉得还是观众能够满意 说我刚所造的这两个人物 都挺棒的 其实我挺高兴的 因为我觉得我把我刚藏在人物的后面 让人物在我的前边 观众认识的是这个名字 而不是无感 那么我成功了 也没有什么标准 我觉得这几个戏都是让我能够感动的 我觉得我还是想多演一些能够触动我内心的人物 我觉得太累 绝对太累 我已经跟编导说了 下个绝对不参加 这玩意是玩命 就是玩命了 这玩意哪成了 但是我觉得一路成年 我觉得还是挺好玩的 因为我参加综艺还是非常非常深重 这是第一次参加 儿子一直在国外读书 还是有机会我们两个人独处 那么他给我们一个平台 让我们两个人其实是共同成长 我觉得挺好 我从他身上能够戏剧很多很多东西 还有几家人在一起 每家人都有每家人的亮点 那么能够在他们当中来戏剧 养分 我觉得机会非常非常难得 我觉得挺感动的 真的是感动 因为每次来演出 他们都从全国各地坐飞机过来 要给你送香花 其实是表达他们对吴刚那种喜爱 我觉得我每次到了剧场这 我必须要下来 要跟他们见个面 也是对他们的尊重 他们喜欢人物 喜欢我塑造的人物 喜欢我塑造在舞台上的人物 其实是对艺术的一种尊重 他们真的是很可爱 很优秀 让一个演员 其实没有做什么事情 能够得到这么多的爱 这么多的关心 我觉得哇足影 我觉得应该都两边都应该做吧 因为我觉得现在是这样 我们正在寻找好的剧本 原创剧本 只要是剧院里面有互换 因为我们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种习惯 只要是剧院有要求 有互换 我们没有任何的自如旁的所有的什么条件 我们都没有 因为家在互换 你必须要开了 这是一定的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